牙周病是口腔中最常见的慢性发炎疾病 许多证据显示牙周病与系统性疾病有密切相关性 包括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风湿性关节炎、肥胖、吸入性肺炎等 台北市牙医工会理事长周彦如提醒民众 掌握预防牙周病三撇步,维护口腔健康 多时期来就是我们一定要顾问 三餐防火一定要刷牙、睡前也要刷牙 一定要善用牙线或牙线板 牙线或检验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牙尖刷是要选择适当的牙尖刷来处理 另外还是呼吁我们要定期的检查和洗牙 那我们刚刚陈吉正就讲了 我们在那个卫福部的这个健保署 有提供12岁以上的洗牙 我们有高风险65岁以上 三个月就可以洗牙一次检查 然后我们另外也强调说6岁到12岁 其实健保署有提供我们叫做口腔保健 也是半年也是半年 所以说我们政府在定保署这边 其实对于这个全班位的这个权力的牙科照顾 其实都是有的 那在这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呼吁 因为尤其我们希望说老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牙口的健康其实影响到整个生活的体制 根据调查显示台北市约有五成民众 不知道健保给付12岁以上民众 每半年一次全口牙结石清除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举办全民口腔健康月 护齿行动Let's do it 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护齿拿好礼 我们大概有三个范围的一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我们来洗牙之后 我们到眼神所或者医疗院所牙科 如果洗完牙之后 我们进入上我们的网页去做登录 登录之后我们会来抽奖有电动牙刷 所以总共奖金额可以达到4万5千元 那也要呼吁大家去使用这个服务 那第二个活动就是如果已经进入洗牙 那个另外还可以参加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都可以参加玩游戏来抽奖 那我们到一面去回答一些问题之后 我们来可以来参加抽奖 那我们奖金额总共有达到2万元 那第三个小活动也很可爱 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机在画面上去拍出我们的滤镜 就像我们的人在个牙宝宝里头 这个是牙心子的小测验玩滤镜 欢迎各个明明层都会来参加 那我们也可以有参加抽奖 奖金额也高达了1万8 那也希望大家是女朋友都能注意我们的健康 口腔的健康也是一个很基础的身体健康基础 其实因为很多食物都是从口腔而入 全民口腔健康月或此行动Let's do it 活动讯息 可致台北健康养成记活动网站查询 或电卡活动客服专线02-2771-1001 记者领期会议台北报道